2023年4月22日 肖战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深圳战》演出还没开始 就呈现出一派巨星降临的盛大阵仗 网友说 肖战了到来 平时冷清的深圳宝丽大剧院显如今是人山人海 比过年还热闹 很多没有买到票的人也都说 也知道看不到肖战 但就想来这里感受一下肖战在这里的氛围 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 真的是实打实感受到了肖战超高的国民度和关注度 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关注他 还记得《如梦之梦武汉首演时》 震撼出圈的花海 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粉丝们送给肖战2020年的春天 还记得《如梦之梦成都站演出》 道路两边延绵树里的人群 他们高举红色手机界面组成再次震撼出圈的人海 那是粉丝们对肖战汹涌澎湃的爱和思念 如今肖战版的《如梦之梦》已经接近尾声了 5号肖战不知何时再见 真是恨不舍啊 让人分外感动的还有肖战代言的品牌方 送出的精美花墙和肖战的粉丝们亲手做的手工玫瑰花 有多个品牌联合奉上的大型花墙 也有个别品牌奉上的很有创意的独立花墙 主要由盛开的玫瑰组成 表达了对肖战最诚挚的祝福 最特别的是场外粉丝们的手工玫瑰花 一针一线 一丝一缕皆是真情 是手工粉丝们亲手勾制的 包含了粉丝们的温度和爱意 承载了粉丝们对肖战的祝福和思念 一千零五只手工玫瑰的捧花和两百三十三只带有中国节的兔虾 寓意以玫瑰之名 以余生为期陪伴肖战到永远 这些手工花会在23日和24日发放给现场肖战的粉丝们 真的是让太让人感动了 跨越山海奔赴而来 肖战和粉丝之间的奔赴永远这样的打动人心 红海花海人海都是独属于肖战和粉丝们专属的浪漫 日子还长 相信未来还有更多只属于肖战和粉丝们的浪漫故事持续上演 不知不觉间 距离肖战如梦之梦 首战演出已经整整两年了 肖战如梦之梦最后的两个场地的演出也火热进行中 肖战的如梦之梦很快和大家说再见了 真的是很不舍啊 细细算下来 极为艰难的三年时间里 肖战出演了72场话剧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三年72场话剧 肖战向所有人证明 他对表演的真诚热爱和脚踏实地的决心 三年了 一场一场的排练 登台 谢莫 似乎也没觉得很久 可是默然回首才发现 已经有过72场的完美呈现了 游记的首场武汉演出的震撼出圈的花海 粉丝朋友们把那个春天都搬到擒台上 超级浪漫感人 印象深刻 如梦之梦对很多喜欢肖战的人来说真的似梦非梦 长达八个小时的演出 肖战把人物刻画得如此细腻丰沛又有层次感 他将角色贴近真实 表演的真诚 自然而不着痕迹 每场八小时 上万句台词 全成零失误表演 肖战获得了业内外人士一致的认可 观众们说 他的台词爆发力和表现力都很强 非常专业 对表演的拿捏非常到位 热爱科迪岁月漫长 肖战把自己和五号完全融合 就像合作同事说的那样 他用真挚投入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五号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值得所有人赞美 一气呵成 深入人心的表演 台下得下多少功夫 这样的演员值得尊重 文汇报评论肖战说 话剧这块试金石是出了他身上的真挚 这种真挚感其实一直是肖战的底色 甚至可以说是他被那么多喜爱包围的原因 生活可以给表演增加厚度 相信巴黎之行后 肖战的五号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肖战说 答案 在路上 不知不觉的七十多场演出 是肖战对巨大利益义无反顾的放弃 和对追求坚定不移的坚持 这样的选择和坚持 对于目前拥有内娱最大流量的超级顶流 肖战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他是藏巧于桌的天才 是动名炼达的赤子 这样清醒而远见的肖战真的值得更多人的喜欢 肖战白衬衫直播造型 可得让粉丝们缓一下才能接受 4月21日下午 股持环宇点藏展 第二集宣发视频放出 优雅金贵的肖战把大家帅得运头长脑的 大家连连赞叹顶流和高奢的适配度视觉了 评论说肖战就是行走的高奢本奢了 没有比这更适合肖战的造型了 结果 晚上就被打脸 晚上的直播 肖战就是白体续衫白衬衫搭配牛仔裤的 简约清爽的邻家大男孩的装扮 阳光俊朗 明媚温暖 这个造型和古池短片中的肖战 真的是两模两样 毫不相干 直播中 他笑起来依旧是那么的温柔又治愈 甜到人心里的感觉 这样的肖战完全不同于古池视频里的高贵优雅 满满的距离感 真的是千面肖战 面面精彩啊 直播中主持人又和肖战玩起了真假游戏 肖战也是有问必答 把功课做得足足的 主持人也是和肖战合作很多次的老朋友了 整个环节就显得特别轻松自然 肖战也是很放得开 很多个细节都能看到肖战调皮的一面 听到露营搭帐篷 他立刻显得很是兴奋 甚至主持人和他开个小玩笑 都差点让他信以为真 那震惊的表情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这样调皮的肖战也是好久不见了 这个品牌已经是和肖战合作的第二个年头了 肖战让人坦为观止的高达80%的 续约率也是内于独一无二的存在了 这也足见肖战给品牌带来的巨大的声量 和影响力及真金白银的收益 2023年开年至今 肖战新增的代言只有奥利奥 其余都是之前品牌的续约 但是这三年来 肖战整体代言的数量始终维持在30多个 30多个代言的物料拍摄 品牌直播 品牌新品发布等等的工作 都是细碎而庞杂的 肖战却把每次活动都完成得很好 高配合度 高完成度 肖战真是把每项工作都出色的完成了 最后说一句 肖战代言敌确实不错 我拍了 4月21日 第二集终于来了 仍旧是以肖战的视角和感悟展开 去感受古池身孕与工艺的匠心与匠心 网友评论说 拍得太有感觉了 肖战气质金贵儒雅 摩登气息碰撞多元魅力 演化为永恒的诗篇 邂逅意识浪漫 见证东方之韵造就新的美学际遇 肖战不是走马观花的完成任务 他是真的去感受 去思考 去体验 从肖战角度的旁白也很有氛围感 你似乎可以切身体会到 置身于实验室是什么样的感受 肖战真是贵族姿态 一调而又高级的奢华 肖战对古池美学的表达实在打动人心 古池和肖战的结合完美地展示了肖战的独特东方郡狼面孔 也充分地展示了古池的深厚抵御 肖战与古池的灵魂邂逅 是传奇与传奇的相逢 是顶流与顶奢的碰撞 肖战就是行走的人间顶奢 这绝对是顶级版的美学盛宴 肖战低沉舒缓的声音 认真专注的表情都很有代入感 宣传片的第一章是回到起点追忆往昔 第二章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网友评论说 短片把代言人的旅程 分为两个视频前后发布也是很有创意的 既平衡了宣传节奏 又交织起了漫长岁月 往昔与当下持续对话 能碰撞到更多火花 很期待这场美学盛宴 这几天肖战鼓持很多新的物料也是接连放出 肖战炸裂的美貌也是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不得不说 顶流配顶奢就是很登队